保險新制即將在七月一號上路了 預計調整後的保費大約會漲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而有專家就建議民眾可以在調漲之前 趁機來做個保單檢視 幫我看一下保險怎麼規劃 當然可以啊 沒有問題 降息衝擊 保險業者研議下半年調整利率 今年七月一號開始 受險保費恐怕要漲價 漲幅達最高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大家都已經這麼辛苦了 還要調保費 因為現在景氣不好 各行各業都是在不好的情況下 保險公司也是為了它的利益關係 所以一定會調漲的 會想要重新解釋 可能之後會再重新看一下 看有哪些地方需要增加或減少 以40歲民眾的身故給付型受險保單為例 若調整百分之十 原本年繳四萬元 調漲後變成4.4萬元 等於平均每月多繳了333元 而面對即將調漲的保費 專家建議民眾可以趁勢依自己的需求做保單檢視 以40歲男性來講 我覺得可以分兩個部分來去看待 第一個 他如果有家庭需求的話 可以先從受險的部分去看額度夠不夠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從自己的醫療照護這一塊去看夠不夠 那如果真的沒有家庭需求的話 那就剛好顛倒了 此外保險業三措施 預計7月1日上路 由於準備經利率調整 也會牽動受險死亡保障門檻 保護恐怕可以提前檢視 東森 財經新聞 李莫山 何坤源 台北報導 歡迎多謝 phoria早青 東森 財經新聞已經三越 兩越早三越 庭捐 東森 財經新聞 cę辞工 消防放 金周 karş ướ methane 從 уг reus辱和盡管放 浜日報 車 Evil 胸地 鬱鱊